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达了自己的祝福 除了言语上的祝福之外 粉丝们也是通过实际行动 让高云翔感受到温暖 有几位在澳大利亚的粉丝 也是带上了月饼去高云翔 在悉尼的家中去探望他 正所谓千里送额毛 比心情一重 虽然这些月饼可能不值钱 但是在高云翔落难那时候 还能有这样的支持 无疑会让高云翔被感谢 喂 当然对于高云翔来说 有了家人和粉丝的支持 无疑是他打凌官司最大的动力 虽然从实际情况上看 高云翔婚内出怪 已经成既定事实 现如今无非就是要证明 女受害人张希是自愿的而已 如果真的是张希涉及陷害 那么高云翔的确还是有机会 摆脱牢羽之灾的 摆脱牢羽之灾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